每个月都不同价钱 5月、6月、7月、8月、10月 每个月都加了 我都很想问一下我们是怎样生存呢 我给你个问号,你帮我解决一下 说到牛肉又加价同样身受其害的牛肉饭 你一言我一语道尽了心酸 8月才第6次加价的鲜牛肉身价10月又再次攀升 短短不足半个月 米斯坦牛肉的批发价由3000元加到3200元 8月还在卖50元一斤的牛肉 10月已经要53元 当主都大探生意难做 每次加价后生意至少没了三成 水一种垄断 根本上就是一定经由两男公司那里 我们才可以做到牛肉这个问题 它可以是这么大声的 你不要弄了 我们要这个价钱才卖给你的了 收拾它 找不到钱就收拾它 我们家的我们都节制 我们都没办法 真的做得很难做 真是 每个买10元牛肉你怎么切给人家 今年都没加已经6次了 政府有没有控制的到底 是又加不是又加 鲜牛肉身价居高不下市民无可奈何下 还可以转买冰鲜肉类 不过却令一些专卖牛腩牛肉的小食店伤透了脑筋 只能在菜市内加入其他的食材 拉上补下取个平衡 即使鲜牛肉不断涨价 但小食店整年也只敢加一次价 就怕加价太密没人关顾 看来政府如果还要继续唱慢版 不开放鲜活食品的市场 市民就只能继续忍受高物价 澳大卫视马永斐姚华江朝东澳门报道